中俄普京访问北京 也访问了哈尔滨 这个冲促的两天的行程 也是造成了国际的震荡 甚至可能会改变未来 整个国际政治跟经济的秩序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尤其是中俄联合声明 长达一万两千字 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细读 所包括的层面是全方位的 包括中俄两国对 既有的世界政治秩序跟经济的认知 那包括对美国霸权的不满 包括他们认为未来应该走的方向跟原则 那包括他们对 亚洲地缘政治矛盾的处理 俄罗斯这一次真的是对中国大陆 对亚洲部分的地缘政治矛盾 全部都解封啦 中俄 普京访问北京 也访问了哈尔滨 这个冲促的两天的行程啊 可是造成了国际的震荡 甚至可能会改变未来 整个国际政治跟经济的秩序 还在不断的 像涟漪散开这样的震荡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啊 尤其是中俄联合声明长达一万两千字 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细读啊 所包括的层面是全方位的 包括中俄两国对既有的世界政治秩序跟经济的认知 那包括对美国霸权的不满 包括他们认为未来应该走的方向 跟原则 那包括他们对亚洲地缘政治矛盾的处理 俄罗斯 这一次真的是对中国大陆 对亚洲部分的地缘政治矛盾全部都解封啊 那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希望 从中国得到的包括中俄贸易的稳定发展 包括希望中国去俄罗斯进一步的投资 包括未来双方在军事还有北冰洋就北极航道 太空事业等等方面可能的联合的努力 跟未来的发展 还有金庄国家还有上河组织欧亚经济体 未来可能的角色定位大概都包括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虽然天数很少 可是却极具发展性跟爆发能量的一次 高峰会啊 这个是俄罗斯 在他们的杂志刊物登出了一个漫画 我觉得俄罗斯人真的是很有创意啊 那左边做的是一只熊猫 那右手边是做了一只俄罗斯熊啊 那两个人压断了美国这根木桩 木桩啊 下面就是美国过期啊 被他做断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体量之大 可能结合出来的能量啊 足以颠覆挑战改变既有的美国霸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传神的表达出这个意思啊 那你去看西方媒体 尤其是美国跟英国媒体的标题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认知 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标题啊 纽约时报的标题说 普京的中国的访问啊 强调了军事上的联系啊 让西方感到忧虑 那他特别提到了一个镜头啊 就是习近平主席 送行啊 帮普京送行啊 送他去哈尔滨啊 那结果呢 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拥抱啊 这坦白讲这个 习近平主席的真情流露 跟外交的来访的贵宾做拥抱 这个不多见啊 那就有人说啊 这个传递出啊 这个是澳大利亚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分析师啊 也是研究这个亚洲的啊 叫McGregor 他说这个动作不只强调了双方政治关系之亲密啊 同时呢 也意味深藏的对美国表现出一个不屑啊 他有用语叫做A touch of distance Directed at Washington 你要知道在普京来访中国之前啊 布林肯才刚去了中国啊 那布林肯就指手画脚跟 中国各方的代表说 你们不可以卖军工的配件给俄罗斯 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事啊 结果就在普京来访中国之前呢 中国的商务部跟外交部都不约而同出了一个声明啊 说中俄贸易纯属正常贸易 居民两用的配件卖到俄罗斯 这个也是正常贸易 也就是说中国根本就不甩布林肯 那习近平主席更当着所有的照相机的面前做出 拥抱那个动作 这个就是说 美国我不甩你啦 我就是要跟俄罗斯 继续往下走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要以为你的施压 大家都要接受 没这回事啊 那这个就是中俄的五大坚持啊 这个我们简单带过 你可以看到啊 他对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看法 比如说第一条 坚持互相尊重 核心利益上要互相支持啊 那结果俄罗斯就直接在双边的联合声明 直接表态啊 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坦白讲我看到这句话我真的吓一跳啊 就是俄罗斯重要的大国啊 他直接对台湾问题做这样的表述 那你可以想象未来可能牵动到多少国家 因为跟他好的国家很多啊 包括塞尔维啊 包括越南 包括叙利亚 很多国家啊 古巴 尾列瑞拉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结盟的国家啊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所以中国大陆对各国的政治军事介入是很少的 可是俄罗斯介入很多国家的政治跟军事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他作为这个主导的国家 然后在台湾这个议题上做出这样的表态 然后他说这个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显而易见啊 俄罗斯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对中国交心啊 那希望中国能够支持他的核心利益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目前中俄贸易 还有普京未来六年的执政 都需要中国协助他做科技创新啊 包括科技园区 包括科技产业的研究院 都需要中国的支持 这个普京很清楚啦 因为未来六年欧美对他的制裁啊 我认为要结束并不容易啊 那第二点就是构建中俄互利的新格局啊 这个当然就是中俄贸易啦 去年已经高达2400亿美元啊 基本上如果把俄罗斯算入欧洲的国家啊 那中俄的贸易的总额啊 已经跟中国跟德国的贸易差不多了啊 第三就是世代友好啊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啦 那第四就是要战略协作 引领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啊 那这里双方讲得非常清楚啊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还有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多边主义 所以就是核心就是三个概念 联合国国际法 多边秩序 多边主义 对比什么 对比美国不遵守联合国 不遵守国际法的什么 他自己发明的规则主导的秩序 然后呢美国是单边主义 在搞国际保护主义 在搞制裁别的国家 制裁中国跟俄国 那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啊 那最后就是强调全球南方 公平正义啊 反对冷战 反对单边独霸 反对阵营对抗 反对强权政治 那所以中俄联手所接诸的这个新秩序的内涵啊 事实上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啊 只要不喜欢美国那样的单边霸权啊 就有可能会投向这个阵营 香港人 我们是在一起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